我們寶可夢的模組終於更新啦 有沒有看到邦尼身後的這幾隻神獸 卡普蝶蝶以及卡普明明終於出現了 我們在這個世界中終於有機會可以遇到他們 以及上一次邦尼說最期待的兩隻神獸 月神跟獅子終於也更新了 迷你Q 邦尼覺得所有寶可夢裡面最喜歡的除了皮卡丘 就是迷你Q了 迷你Q真的是超級可愛的 之後一定要把捕捉迷你Q加進我們的任務清單裡面 雖然邦尼不知道哪裡可以找到迷你Q 不過遲早都可以抓到的 再來我相信呢 各位應該已經有看過其他人介紹這一次的更新了吧 所以邦尼就不再做詳細的介紹 邦尼就只挑出幾樣呢 比較在意的東西 第一樣就是這個救急球 救急球終於出現了 不知道他的機率是多少 應該跟大師球不一樣 應該不是百發百中 再來就是上一次邦尼更新之後消失的DNA 氣質終於回來了 最後一個呢就是路卡利歐的進化石 也更新回來了 真的是太棒了 我終於可以把路卡利歐Mega進化了 那因為很多人呢都會問邦尼玩的是哪一個版本 所以這次呢邦尼就直接寫出來了 邦尼玩的是Minecraft 1.12.2的版本 然後模組是2.0.3版 其實這一次啊真的是更新還蠻多的 而且這些可愛的小雕像啊 新增了好多版本啊 不只這三隻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只是邦尼沒有放出來而已 那我們現在既然已經有了路卡利歐的進化石了 那我們現在直接把他Mega進化起來吧 出來吧 路卡利歐Mega進化 已經超級帥氣的 已經超級帥氣的 出來咯 真的很帥氣 怎麼感覺比起在眼外看到BOSS的時候還要覺得他更帥 而且他的衣服好好看喔 他整個造型就很像韓國的歐巴啊 後面還有披風 真的是超級帥的 然後還戴了面具 好啦回來吧 再來就是之前很多人一直叫邦尼去抓卡普爹爹跟卡普冥冥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更新啊 現在終於更新好了 不過會不會遇到又是另一回事 不過至少知道在這個世界裡面有機會可以遇到他們 就已經很滿足了 再來月神啊跟獅子也是邦尼超想超想抓的清單耶 所以等之後我們再來看看這些神獸 到底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出現 以及怎麼樣才能收服到他們 真的是超級期待的啦 感覺這個世界因為有他們 好像還可以再走更長的一段路 那各位就再期待看看 他們到底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出現吧 嗨 邦尼 雖然你剛到華人士不久 但以你目前寶可夢的實力 一定有機會可以打贏道館的 所以不要再猶豫了 趕快出發到華人士的道館吧 就好囉 掰掰 沒有想到 我們居然這麼快就要去挑戰道館了 雖然巨殺小姐說的沒錯 以現在邦尼寶可夢的實力 是應該有機率可以打贏 不過道館的訓練家都是實力相當 真的是不一定啊 只要邦尼的寶可夢是100等 他們一定是100多等的 真的是很恐怖耶 好啦 既然巨殺小姐都這麼說了 那我們今天就去挑戰看看吧 說不定真的可以打贏 那我們在打之前呢 還是要先看一下我們今天的美麗任務 一 出發挑戰華人士的道館 二 進化小獅獅必須為雄性 小獅獅的進化好像母的跟公的會長得不一樣耶 所以當然進化起來就一定要是雄性的那一隻啊 在居民的委託 委託人張復智 任務 抓差不多娃娃並Mega進化 獎勵 大師求一顆 PS軍殺小姐 哈 今天的任務呢 說難不難 說簡單也不簡單啦 總之 除了打道館 其他兩個應該可以輕鬆的把它解決掉 至於今天的居民委託呢 因為邦尼已經有了差不多娃娃 而且好像之前也有打過差不多娃娃的Mega進化耶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居民的委託可以馬上就達成哦 我看一下 差不多娃娃在這裡 然後Mega進化石的話 應該有帶來這邊 因為上一次呢 回到尼比試後 邦尼就把所有的Mega進化石拿過來了 A U D I N O 沒錯 就是這一顆啦 把差不多娃娃放出來 出來一把 好大隻哦 差不多娃娃真的好可愛哦 圓圓胖胖的 Mega進化 覺得現在可以直接在外面Mega進化真的是超方便的 就不用一定要再戰鬥耶 真的好可愛哦 天啊 我覺得我自己好容易取悅哦 不管是什麼樣的寶可夢 邦尼都覺得超級可愛的 欸 它的尾巴也太可愛了吧 圓圓一顆 好想一直把它養在家裡哦 很像一隻小寵物 欸 它是公的還是母的啊 欸 居然是公的 公的還可以長這麼可愛嗎 這個寶可夢裡面真的是充滿著尾娘耶 嗯 好啦 今天的居民的委託 就這麼簡單的達成了哦耶 那現在呢 既然我們已經完成了其中一項任務 那第一項任務是要我們去打華人士的道館 我們先去整理一下我們的隊伍 準備出發吧 絕對絕對不可以再差不多娃娃啊 這麼低等 我們要用格鬥蟹去打會比較好吧 把雷吉斯奇魯一定要帶上啊 我們就在這一隊去打看看吧 進化石也都帶在身上了 應該沒有問題 希望我們這一隊可以一次通關啊 啊 如果是邦尼摔下來死掉的話 這樣不算哦 沒想到 這麼快又要迎來打道館的這麼一天了 好像距離上次打還不過多久而已耶 道館助理 想進來挑戰看看嗎 當然啊 都來了 這一定要挑戰啊 看來應該也是從這裡開始打了 我有一隻寶可夢居然沒有回血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再來 不過雷吉斯奇魯居然只殺七滴血 怎麼回事 我又來了 來吧 合金爪 有一點效果 哦哦哦哦哦哦哦 斷衍的效果也是非常的顯著啊 那我換一隻好嗎 雷吉斯奇魯 滿力 好 他被自己的反傷打死了 咦 就這樣嗎 你就只有一隻啊 這麼少啊 GO 剛系打剛系好像就還好有的 還好我們這隻有格鬥器的招式 滿力 哇好不痛哦 二台反傷 我先幫雷吉斯奇魯補個血吧 我感覺我們這一次都要靠他了 哦哦哦哦哦 他自爆了 自爆瓷怪 再補血 可以不要這樣啊 才剛補好的說 哎呀好痛啊 用一般系打他 破壞光線 啊 死掉了 挪花 花蛋屋 哦 好痛 居然死了 才在捏二隻而言 球雷姆 逆鱗 還好我們球雷姆的體質高 咦 咦 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就死了 他剛做了什麼 我傻眼耶 逆空座 我只剩下你啦 哇他們怎麼都會反傷啊 好痛哦 第二隻就讓我們變成這樣了 我們殺這幾隻能打到哪 這隻已經打完了 剩最後一隻王啦 來 三合一吃怪 噴射火焰 秒殺是怎麼回事啊 好慘啊 尖石攻擊 噢 不行啦 三合一吃怪一百等 真的太強了啦 哎呀我的天啊 每一隻都是秒殺欸 怎麼回事啊 真的太痛啦 我失敗了各位 哎呀 真的不行 我覺得 我應該要之後準備好幾個那個 剛系的跟格鬥系的都要準備好 所以我們到時候 有多一點格鬥系的寶可夢 再來挑戰嗎 我們第一個任務 失敗 我的天啊 對不起各位 我盡力了 現在邦尼 最近都還蠻常看到的 喔這裡就有一隻 直接把他抓起來 母隊 母隊 母隊就不用抓了 附近應該很多隻才對啊 哇各位有看到 這一隻欸 是BOSS嗎 還是可以抓的 DR路卡欸 是神獸嗎 全技球來一顆 DR路卡 當然抓囉 我們直接用大師球吧 是神獸嗎 還是準神而已 總之這一隻寶可夢呢 真的是非常的強 所以先把他抓起來一定沒錯 之後他一定可以幫助到我們 終於看到前面有一隻啦 小獅獅25等 公的母的 公的 我們成功了 怎麼會一隻公的小獅獅這種難遇到啊 還好邦尼剛剛 中途有去換了一下我們的 騎士蝸牛 點到為止 高級球 高級球不行的話就用等級球吧 中了嗎 中了 還好你是很難抓嘛 小獅獅生了35等了 小獅獅的樣子 正在跟邦尼合體是嗎 正在正中間幹嘛 好可愛喔 他左右邊的耳朵也太萌了吧 欸 怎麼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火岩獅 也太小隻了吧 這一隻不是要大隻一點才有霸氣嗎 不過也是蠻帥的啦 欸火岩獅攻的真的很好看耶 還不錯還不錯 終於把它進化起來啦 好啦 那我們最後一項任務呢 也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回到我們的華安寺吧 先去領一下我們的獎勵 太棒啦 最近邦尼都沒有忘記領獎勵囉 大獅求一顆 好啦我們今天所有的任務都已經完成啦 雖然我們今天爆館失敗了 不過等過陣子幫你把寶可夢練起來 我們再去挑戰看看 好啦那今天的寶可夢就差不多 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邦尼的影片呢 請訂閱邦尼的頻道 跟隨便邦尼的動態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幫你下角按個讚 讓我讓你們喜歡這個系列 那如果還想要幫你完成什麼任務的呢 可以留言在下面 幫你會挑選比較適合的 來到我們之後的每日任務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